原住民传统的特色作物红梨 具有丰富营养价值 近年来受到广大民众的瞩目 而屏东县原乡部落种植红梨面积 约有60公顷 为了协助农民提升红梨产值 屏东县政府协助原乡成立 原住民特色农业推动协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就吸引屏东县各原乡 将近100位的农民出席 农民对于协会有着高度的期待 一般的价格是我们跟一般在市面上的价格 是差弃悬熟的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协会能够突破 这个行销上面 然后在价格上面给我们农民一个非常公平的 而且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有这些单位协助我们改善 或许在行销种植病床还有房子 这是我们目前最弱的一款 县政府辅导成立协会 希望将农业科技六级化 并以原名历史文化结合 成为红梨产业六级化推动模式 所谓的六级的这样子的红梨产业 那从一级的我们用安全生产的概念 那二级希望有一个优质的加工 那甚至到三级的一个 好好的把这个东西行销出去 那所以我们未来我们期待说 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作物 我们希望圆明的组织自己来推 这项计划结合工研院 选第三地门马家雾台春日 四指乡五个示范区 一区域土壤性质不同 进行生态土改 以协助农民提升产量及产值 生物碳还有一些有机资产 来做土壤改良 帮他调到红梨最适合的土壤环境 PG5.5到7 经过调理之后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土壤环境 让他的产值产量可以提升 第一次会员大会 即刻举行礼监事选举 会员都希望选出的礼监事干部 未来能规划产业的收购与回馈机制 导入资源技术等 以农民获利为最大核心 让原乡部落红梨产业 永续经营与发展 记者哥 舍评诺采访报道